朋友们,大家好,一位网友说,刚才看到一个粉丝的投稿,差点笑出猪叫,她的一个女性朋友,在大厂做基础文员,35岁被裁员了,好在大厂的男朋友并不介意,婚期依然不变,此时,她还有个老破小的房子正在供房贷, 她盘算着,自己手里的杂七杂八的积蓄和赔偿金,怎么最大程度变成婚前财产,她父母建议,让她all in还贷,这样一来,领挣钱贷款还清或者基本还清,自己的房子就和男的没关系了,而且女的没有工作,没有经济来源,存款都还了房贷, 正好让男朋友出钱养着,当然不会这么明说,对外说的,使工作压力太大,不利于要孩子,将来要和男的一心一意过日子,要被孕啥的,她对这个人间清醒的操作,是很得意的,经常在朋友面前炫耀,大概是彰显自己脑子清楚,不恋爱脑吧, 所以朋友圈,包括我这个粉丝都知道了,然后俩人就领证了,之后,她惊喜地发现,老公也被裁员了,不仅如此,老公和她进行了几乎像素级相似的操作,只不过不是还房贷,已经还完了,而是买保险, 总而言之,俩人都是都比脸干净,目前,她俩僵持着没办婚礼,僵持的point非常拧巴,大概就是, 一,女方不同意去上班,二,男方不同意996,只愿意上普通的班,当然了,女方反对的重点是,这样男的一个月能给自己几毛钱, 三,双方都想把对方的房子出租或者卖出去,这样就有钱了,而且不管房租还是卖房的钱,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, 四,以上几条对方都不同意,所以现在俩人,各回各家,各找各妈了,好像结了个婚,又好像没结, 15号开始,某音不再支持发布财经,实证,法律,医疗等内容,插音号授权功能调整通知,你好,为优化创作者体验,插音不再支持已发布社会实证,财经,法律或医疗等内容为主,或者粉丝量较高,影响力较大的账号, 与商业推广账户,建立包含内容发布能力的授权关系,如果你的账号曾做出该类授权, 相应授权关系将自,2024年5月15日,起陆续终止, 如有疑问,可咨询插音客服,比亚迪的汽车出大事了,比亚迪的电动车,在行驶过程中,发生漏电情况,视频显示车主不停喊漏电,喊救命,现在正在ICU抢救,据爆料,该男子未跑往约车,购买比亚迪汽车, 才买了一年,就发生这样离奇的事,他跑往约车时,徒遭车子漏电,致使其脑溢血,至今仍在ICU抢救, 目前,迪亚迪尚未作出回应,理想电动车也发生离奇车祸, 理想L9,错误识别广告牌上的卡车,自动击杀,致使被高速追尾,车主被判全责, 近日,一位湖北襄阳的理想L9车主称,在高速上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, 车辆在行驶中,检测到高处广告牌上的小货车图片,突然击杀,导致汽车被追尾,热评, 这个结果理想不,俄罗斯总统普京,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, 中国新闻社据中国外交部网站,14日消息,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,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,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, 将于5月16日至17日,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,小学教师罗崇创, 被执行死刑,其卢晚报,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, 2024年5月14日,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, 依照法定程序对罗崇创执行死刑,检查机关依法派员监督, 经查明,罗崇创利用小学教师的身份与便利, 于2019年至2021年间,以诱骗等手段, 多次兼引诱女学生四人,并长期, 多次猥亵诱女学生二十五人, 2023年4月4日,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, 猥亵儿童罪恕罪并罚, 判处罗崇创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 罗崇创上诉后,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, 维持原判,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, 最高人民法院经附和认为, 一审判决,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, 证据确实,充分,定罪准确,量刑适当, 审判程序合法,依法作出核准, 对罗崇创判处死刑,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,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, 在执行死刑前, 安排罗崇创会见了其近亲属, 有网友强烈建议, 在韶山设立一个特区, 全国热爱毛泽东的, 热爱大集体的人, 来到这里, 按照人民公社体制运行, 施行统一劳动, 统一吃饭, 统一服装, 通过五年运行, 效果良好就在全国全面推行, 有其他网友补充说, 再加两条, 第一, 如无介绍信, 敢敢敢私自出来者, 一律按盲流处理, 第二, 时时刻刻不忘阶级斗争, 时刻与坏分子划分界线, 还有网友说, 要赚公分, 不准用手机, 不准私自离开, 要大队书记开介绍信才可以出村, 闲时吃稀饭, 学习大集体思想, 互相举报, 农忙时保证干饭, 好好主动劳动, 追美超宇宙, 早日实现幸福生活, 下面一件事, 看看中共监控民众多么疯狂, 上午想和你们说的, 刚才, 公安局给我打电话了, 让我解散这个群, 第一次碰到这事, 感叹, 震惊, 有友们, 千万别在群里聊一些敏感的话题, 特别是官方没有对外公事的事件, 一直以为在自己见的自家姐妹, 只有六个人的群里聊天, 不会出什么叉子, 结果, 今天我老公唐嫂, 发了几张和他朋友的聊天记录截图, 然后几个人聊了几句, 也没说得很过分的话, 就日常感叹, 结果, 下午, 我就接到当地公安的电话, 让我赶紧解散那个群, 还说, 要我和其他人讲, 不要乱传一些有的没的, 他们在盯着我这个群, 表示很震惊啊, 我没说话, 但那群是我见的, 所以也联系我了, 真的没有秘密啊, 有友们, 原文, 重磅, 一得一封考核低于八十分, 不得申报高级职称, 不得晋升, 检举同事属实, 每次加两分, 重庆市出了新政策, 下面是网友跟帖, 一, 早已经开始了, 二, 开始了, 互相举报拉开帷幕, 三, 回到人盯人的时代了, 真快哪, 四, 早开始了, 只是没明说, 现在摆明了而已, 五, 一直都这样, 从没改变, 六, 哀, 真是被诅咒的无限循环吗, 又退回到那个互相伤害吧, 原文, 北大发给留学生的奖金再创新高, 网传消息指出, 一名菲律宾留学生, 尽管汉语水平未达到标准, 却荣获了北京大学, 高达47万元的奖学金, 对此, 北京大学方面迅速做出回应, 明确表示, 该留学生的录取及奖学金发放, 均符合学校的相关标准, 下面网友的跟帖评论, 强烈要求减少清华北大的经费, 洒出去的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, 全国纳税人的钱, 取消北大招本科级研究生和博士生, 全招纪工生, 全免费, 有生活补助, 校领导一律月工资2500元, 不做就滚, 一般老师2000元每月, 这是什么行为, 纳税人的钱都便宜外国这些外瓜裂藻了, 可连国内那些高分的深深学子, 清北每年接受的捐款都要百亿元, 这么高的奖学金, 根据是什么, 全世界独一无二, 超过去年中国人均收入的12倍, 自己画个圈圈, 说这是符合学校的标准, 这标准是学校利的, 还是人利的, 在本国一些不识字不友善的外国留学生, 到中国来赚大钱, 自己国内大多数学生连一分钱都没有, 只要说一句, 台湾是中国的, 上47万拿去, 一地鸡毛, 无视自己的钱, 想给谁就给谁, 不心疼, 外国人在中国读书优惠, 中国人在外国读书, 对不起, 加钱, 没有优惠政策, 美国可以留下优秀学生, 中国能吗? 有多少人, 一生没有见过47万, 学校领导自己捞了多少, 这样的学校可以灭亡了, 死十次都不解恨, 47万都给了留学生, 可能是个幌子, 中间是否有猫腻, 你有什么资格问, 乖乖那你的事吧? 有了这47万, 不知道又有多少女孩遭殃, 这47万, 若用在贫寒中国学生身上, 不知能解决多少人即不保护状态, 他们这样干的目的是什么, 找外国人夸赞中国呗, 就这还鼓励生育, 生一个孩子养一帮孙子, 47万, 中国多少家庭有47万存款, 有关规定是什么规定呢? 要求向全国人民公布, 以后保家卫国的任务, 就让他们来吧, 一时感觉到无尽的悲哀, 中国教育部, 需要调整外国留学生, 在中国大学的奖学金标准, 不但要大大下调奖学金, 也要大大缩小奖学金发放范围, 每年省下的一大笔钱, 可以用于国际名声, 47万, 太吓人了, 自己国家的大学生, 获得的奖学金只有几千块, 差别怎么这么大, 是不是我们国家的大学哦? 为啥不对自己人好呢? 这么高的标准, 什么规格? 菲律宾留学生为我们国家做贡献了? 北大这么有钱, 不这样花一年近400亿的经费, 怎么能花完呢? 可以资助10个贫困学生读大学, 取消除军校以外所有高校补贴, 自负盈亏, 大学不是义务教育。 再来自贵